大家好,我是美兰 我们都知道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在今天正缘法师的幸福心法 就要跟您分享卢以馨 她因为父母以及外婆的姻缘 在1996年还是牙医学生的时候 就在澳洲加入了慈祭 而毕业之后也在慈祭人医会 来担任协调的工作 至今已经20多年的时间 不但持续前往澳洲的偏乡来进行疫诊 也为难民服务 所以也获得了2022年 澳洲昆士兰雅医学会所颁发的医疗奉献奖 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是当初他们带我们到澳洲 然后认识进到慈祭 那爸爸他也是北区人医会的医师 还有就是我的外婆 他是大安区的委员 也是师父的好弟子 那时候他在病床上 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想去做环保 还有他的功德款 他都还是想要去的去收 那他是在我们慈祭50周年的时候呢 圆满往生那那个时候就带着外婆李秀兰的委员证一起回金色潮山 我们很相信外婆现在已经是一个小菩萨回来再继续跟随上人的脚步 那其实很感恩哦 就是从1996年开始加入慈青 然后在这个慈祭大家庭 然后受到四孤四伯们这么爱的呵护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后来就读医学院就想说 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的专业来去回馈当地的社会 所以在2002年 我那时候是最后一年的牙医系的学生 就跟几位学长 就是我们就一起来想办法去寻找 在澳洲这个看似天堂的国度 是不是也有需要我们可以去尽力的地方 那就让我们找到了在偏乡 就是要开车的话要14个小时车程 那我们是坐飞机 然后再转车子 就是开着都是没有那个柏油路的这个小路 然后到小镇去做议诊 后来上人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舍尽求远 我们也要照顾我们周围的这个社区 所以我们又回到布宜斯本市 发现说其实到澳洲这个地方 除了移民之外 还有很多的难民 来自各国的难民 每一年都会就是到澳洲 所以我们又开始从2004年 为这个难民做服务 那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离我们比较邻近的小镇 2007年开始做这个塔拉镇的议诊 那在这个塔拉镇的议诊我永远都记得 第一次我的诊间的第一个病人 他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 他的牙痛上一个礼拜痛到他受不了 然后他就把他的牙齿就拔了 我想说这个小镇明明就没有医生在这里 那你的牙齿是去请谁拔的 他说我吃止痛药没有用 喝酒也没有用 所以我痛得受不了 我从我自己的工具箱 拿了一个钳子把我的牙齿拔掉 那时候我心里很震撼 我想说在澳洲这个地方 居然有人还需要 就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 自己去拔掉自己的牙齿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心里 还有跟就是塔拉镇的所有的居民就说 只要这里一年没有医师 我们每一年都会回来照顾大家 所以从2007年到现在 除了就是疫情这几年 没有办法的就是每年回去之外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权利 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那在2011年 当我们就是没办法 再借用政府的器材的时候 师傅师傅们就大力的支持 然后我们购买自己的诊疗设备 然后师傅们师傅们还自己车 诊监的隔间的布 然后搭设这个移动式的诊监 让我们可以继续实现 让我们对当地居民的这份承诺 继续回到塔拉镇服务 那去年在疫情就是变化无常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把握因缘 在封城一结束的当天 中午结束封城我们五个小时之后 就把所有的器材上车 然后就是先前部队到塔拉镇去 然后去做这个架设诊监 然后隔天大队再一起下去 然后去帮当地的居民服务 那那个时候居民来到我们的这个疫症的地方 就说他们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 他们原本就在想说 布里斯本在封城 会不会我们今年又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当我们出现在塔拉小镇的时候 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都拿竹筒回娘家 然后希望说我们能够把这份爱再延续 然后去帮助更多其他地方的人 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疫诊 其实真的医护人员做的是最简单的 我们很多的医师都说 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 我们就跟我们平常一样 就是看诊啊 就是面对病人 但是如果背后没有这一群 强大的志工 我们的乡鸡师姑们 妈妈们 然后煮非常美味的食物 让这个医生们能够从早看到晚 因为他们一整年当地都没有医生 所以大家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都是早上七点 然后一直看到晚上九点十点 就是最后一个患者结束才下诊这样子 没有我们的激动金刚护法 师伯们架设这些诊疗椅啊 然后接水管啊接电啊这样子的去架设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很安心的在那个地方看诊 然后像我们也有此青的伙伴 他们在各个地方去陪伴我们的病人 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常也会碰到 每次病人一进来看到我就说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要看到你 我看到你就会很害怕 就是怕看牙医 所以我们在医生的现场也是一样 病人在等待的时候是越等越紧张 所以就我们的持亲伙伴们就会想各种方法 唱歌啊跳舞啊带动手语啊 然后还有把握这个时间 就是跟医生跟护理师做这样子的一个卫教 然后去教导去引导居民们能更重视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身体不论是从刷牙还是饮食啊 多吃蔬果啊 还有就是定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健检 帮大家量血压量血糖 让他知道说哎呀你这个状况其实应该要来看诊 后来从牙医我们又加入了很多西医 然后还有这个中医 那一开始呢就是小镇居民对中医非常的陌生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针灸 一开始我们的中医师都还要去这个后诊区 跟大家介绍说 哎我的这个中医可以怎么样子帮助你 第一个病人进来然后针完 他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止痛药 这样针完就不痛了耶 之后就每天来 然后后来我们每一年的中医都是满诊 所以一个中医师不只要顾一个诊间 他要顾两三个诊间 一个诊间一个诊间去 然后这个下针呢他就去看下一个病人这样子 就是小镇的居民就越来越喜欢看中医 就发现说哎而且不只是在治疗病人的疼痛 我们发现说有些很紧张的病人我们就中医师跟牙医师一起配合 那牙医在上面看他牙齿中医就在下面做针灸去转移他的注意力 让他就是不会那么的害怕可以放松他的心情 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很珍惜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付出 因为很多的慈亲伙伴也好 我们的学长学姐还是师父师伯到了当地 然后我们去做家访的时候才发现 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居民 其实居住的环境 有的没水没电 有的没有窗没有门 然后甚至地板都没有铺 大家都不敢相信 在澳洲这样子的地方 也有人住在这样子的环境 大家艰苦之福 然后发现说原来我们拥有的这么多 更要付出就是为其他人 希望更多人可以因此更幸福 然后更快乐 卢以兴医师能够获得医疗奉献奖 这个是昆士兰牙医协会 第一次颁发给协会以外的人 那么主席就说是因为他奉献的实在是太多 从医学生就从一个医疹 一直到现在医疗的服务也越来越茁壮 那么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彰显出 慈济人医会以及卢以兴医师的工作 那么让这样的志工单位 可以持续来成长 也带给社会更大的影响力 所以卢以兴说 获奖的不是表扬他个人 而是肯定慈济人医会 在全澳洲的付出 这也是证言法师对海外慈济志工的丁明 听到了澳洲 澳洲就是有福的天堂 这几十年来 留学生很多 第一代第二代 现在看到了第四代 因为当地环境好生活 很稳定 那里的环境等等都是很好 第一代去抱着那一份的出发心 出去的师父都会说 然后莫忘那一内心 记得脚踏在人家的土地 头顶着人家的天 我们要回馈给那一片土地 大部分很多从台湾出去的 去创业也好 去完成他的学业 但是就地 就地要生根在那里 我都会常常叮咛的 总是慈祭人 记得脚踏人家的土地 顶着人的天 你们要落实在当地 回馈当地 要去听人 才可以让人听 人间彼此要有父爱 所以说爱人的人 一定要有情 我们昏幻 菩萨叫做各有情 觉悟的有情 这份情是最有诚意 很诚大 从内心的自诚之意 也是最深的爱 这就是菩萨 我时常都说 付出是无所求 真诚的付出 现在看到 菩萨第一代 他在那里 真的是真诚的 而且陪伴了第二代 开始在那里 也是就学就业 同样的爱的传承 那一份情的落实 所以一代一代去 这也变成了 那一块土地 也是你们的下一代 在下一代的将来 也是成为故乡 这病人的 总而言之 我们在台湾 也是祖先 出来的时候 他也是移民 久来久来 变成了 我们的故乡 总是 人生就是这样 天长地久 我们 代代相传 正言法师 对移民到海外的弟子 丁宁 头顶着别人的天 脚踏着别人的土地 一定要先去爱人 才能够获得别人的爱 就像是 要尽忠人笑 自己 要先笑的道理 是一样的 所以 在澳洲的慈祭志工 因为爱 而坚持的 一整服务 才能获得 当地的肯定 这就是 谨记了 正言法师的丁宁 要取之当地 用之当地 同时 这个也是 见苦之福之后 更懂得 取造福 我是美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